延续了那个叫做路德纪的系列 还有啊 你看 请注意一下 为我们的这个思想祷告 一来越蒙一来越蒙 还有生一条一条线 所以他差不多受宗正寝 差不多了 一杆稿了 所以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 祷告给我们新的 projector 不然我们就放一个 screen LCD monitor 祷告 求神提供我们这个需要 OK 我们回到这个路德纪的系列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个系列 下星期末是会跟你开始讲祷告的系列 我会告诉你任何一切有关祷告的秘诀 如何祷告有效 如何祷告上帝推定 如何祷告按着神的旨意一系列的 祷告 以前我做过这样整一年 每个礼拜祷告会讲十分钟祷告 我觉得帮助很多 基督徒很多的 那个宗里面的祷告会都帮助到 因为我都是有 我所有的找祷告的教导 都是从圣经的境界讲 这境界讲祷告同样 我们就从那个境界里面看 上帝的心意如何祷告 我要帮助你们如何祷告一定推定 一定有效的祷告 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有这个祷告的系列 OK 我们今天讲路德纪最后一个系列 台北分享今天讲个笑话 有一个早餐店的老板 做那个 breakfast的老板 然后他就打开门做生意 然后就邀请 顾客就来了 第一个顾客进来就说 老板 煎个蛋给我 我要蛋不要蛋王 他就煎给他了 他煎好了 第二个顾客就来了 老板 煎个蛋给我 我要蛋白不要蛋王 他也煎 但是他煎开始有点不耐烦 然后第三个进来的时候 老板 你的蛋要怎样 老板的顾客就说 你的蛋要怎样 那个顾客就很害怕 很胆怯地说 我的蛋不要蛋王 你明白吗 我的蛋不要搬客 我要这个教 讲什么 这教有时候我们 遇到的遭遇的情况 我们有不同的心情 有不同的情绪 EQ 我现在讲到EQ管理 比如说生理病真的要小心 我们不要把我们所遭遇的东西 我们所面对的东西 发泄在别人身上 有些人真是无辜的 好像第三个顾客是很无辜的 我要 不要搬客 所以我们要懂得把我们情绪 可以管理的很好 不然呢 我们就很容易做刺猬 刺猬很多刺 一碰到你 哇 就被刺到了 我希望你是做小白兔 很贱很爱 而不是做刺猬 OK 回到这里的读者记 今天我们会一次过一次过 一次过 一口气 把第3章的第4章看完 但是你放心 会很长 因为我有整理过了 我要讲重点 我们仍然在读者记的系列当中 上两个星期我讲到 哪儿米河 已离米列 移民到墨甲地 可是家中的男人全死光了 哪儿米就决意回到玻璃河 哪儿米有一个甜美的女人 因为家庭的变故 变成一个愁苦的女人 她说 不要再叫我哪儿米了 叫我马拉 因为我死了丈夫 又死了儿子 我什么 罵都没了 都是罵都瑶 罵都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 唯有儿媳妇路德 和她同行回到玻璃河来 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 是一个摩哑人 她也面临她人生的抉择 是否跟家婆一起回玻璃河呢 还是留在原地 好像 儿儿巴这样 但是她最终呢 选择跟哪儿米回去 她说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然后在玻璃河呢 上帝位路德预备了 华师来帮助她 华师对她说 不要离开别人的地方 不要去别人的田里面来去 试取这个卖穗 留在田中 受保护 受供应 今天我们来到第三章 OK 大家讲主题永远的拯救者 永远的拯救者 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神啊 我要你的感言 salvation 救恩 不只是 我现在是没有信耶稣 我赶快信耶稣 得救了 OK on 你已经上天堂了 你买ticket one way ticket 上天堂了 你已经保住了 你就OK了 等着死了 就上天堂 救恩不是这么一样 救恩是永远的拯救 所以耶稣是我们永远的拯救者 salvation salvation 一救恩就讲过 讲包括过去 现在 将来 意思是说 上帝拯救你一次 从黑暗进到光明的活动 那是过去 你现在信仰耶稣 不管你信仰一年两年还是十年 好像我二十多年 耶稣目前现在仍然拯救我们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点的点点滴滴 将来也拯救我们 包括拯救我们 脱离永远的诅咒 永远的永活地里面 直到天哪 这个救恩才叫完全的救恩 所以我们所称为永远的拯救者 OK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什么 大讲得着安稳和福分 得着安稳和福分 不然你们能不能看到啊 先尽量啊 大家清楚 路德的婆婆 哪儿你对她说 你啊 我不但为你找一个安生之处使你养福吗 你以花师的使你藏在一处 花师不是我们的亲主吗 看啊 她今天在场上 即破大麦 你要沐浴摸高 换上衣服 掉到场上 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 等她吃喝完了 到她睡的时候 你看准她睡的地方 就进去切开她脚上的背 躺过在那里 她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路德说 还你所吩咐的 我必尊心 路德就下到场上 照她婆婆所吩咐的 而行 花师吃喝完了 心里昌尔欢唱 就其睡在麦归旁边 路德边悄悄地 来揭开她脚上的背 她婆在那里 我们这个祷告 天父啊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而逃离十月 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的生命是一生里面 无论我们走到哪一个角落 哪一个 哪一页的 叫做一本书 不管是哪一个 chapter 哪一章都好 但是 你都是在主导 帮助我们 让我们 不要为我们的将来 为我们的未来 而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 主你在掌握 我们放手给你来掌握 我们有绝对的平安 绝对十分的平安 绝对的安逆 我们知道主你必带领我们 不会是灾祸的 而是完全蒙族的道路 主我们感谢 赞美你不是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来到第三章 和第四章 哪二敏对路德说 哎 波士不是别人啊 他是我们亲族中的一位 第三章的第一开头啊 哪二敏就为路德的将来 铺路 从蒙 为他找一个安生之处 然后 然后来看这个安生之处 崩命啊 因为他已经坏了 所以你看不到 安生之处就是几个字 安生之处啊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安息 Rest 许多人对安息啊 有错误的理解 他们以为安息就是什么都不做 躺在那边坐在那边 真正的安息啊 圣经所讲的安息 Rest Rest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安息 或者 以主安息 以主同 同 安息 所以意思呢 真正的安息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才是安息 大家讲 真正的安息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真正的安息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同样的安息字啊 就是好像礼拜天我们来成拜是安息字嘛 我们守安息字 安息字就是来到上帝面前 假如我们安息字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呢 你就不是在守安息 我听到有一些的敬服说 哎呀 牧师我没有来我没有来教会都好 我在家里祷告读经也一样的 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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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安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呢 然后就算你来了教会 你的心不在吗 不是心不在吗 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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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通想起 你没有来到 没有办法主安一静下来 来到神面前 你守着安息字也是万万 也是百废的 所以安息 这个拿你未夺得找一个安息的地方 然后第二节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第二节我们讲到 这个字很要紧 看不到 没关系 我们转第二个 第二节说 他们在 这个怎样读啊 波 波达麦 有点萌啊 很可信啊 这个照片是很漂亮 可是我觉得都很坏 在旧 可能啊 你和我现在啊 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没有这个概念啊 以前在农业社会 在农根社会的时候啊 当他们收成的时候 他都信 把所有的米都收成啊 稻米啊 大麦啊 小麦都收成之后 他们要等 有一个动作一定要做的 就是拨大麦 拨 拨 拨什么呢 就好像就这个这样 太不清楚啊 sorry OK 它好像昆倒这样啊 昆倒啊 拨就是昆倒了 拨的意思 然后放在这个拨 拨机里面 这个叫拨机 放在拨机里面 那边啊 check 就把它 把它 摔 在空中中 然后有当风 把那个 那个米啊 得到米的克 大麦的克 把它吹掉 剩下 大麦 剩下 稻米才收 收起来 现在没有了 现在用machine 啊 它就出了 变大米了 变了白米了 要不然稻米不能吃 这样吃 因为它有壳 黄金色的壳 明白我在讲吗 所以 拨大麦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要不然不是真正的工作 你把它收起来 一定要拨 拨 拨开那个课了之后 才能把它收起来 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 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圣灵 圣经讲圣灵就好像风 有没有 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 圣灵就好像风 包 而我们主要把我们放在波机里面来耍 来拨 然后 才能把我们生命中不需要的东西 不属于神 不荣耀神 不讨神事业的东西把它拨 拨开了 然后 风一吹来 就代表圣灵的风 把我们的生命翻转了 我们才能够存留下来 真正的我们 才是上帝所修成的国子 你看 救恩不只是在一次而已 救恩就是永远 就是继续的来做这个工作 救恩 is continuous work 上帝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这是很重要的 好 就在新年 那个塔太夫也讲到第三章十二节说 他手里拿着波机 要养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库里面 把康不用不灭的火烧进 不过得救 不只是一次过得救 耶稣把我们放进他的波机里面 他要养进他的场 就是他的 这场叫什么 教会 他的场 他的教会 然后把麦子 好的就收在库里面 然后把看不灭的火烧进 当我在讲我们要被教会来祷告复兴 我们不能这样下去 我们有目标 才记得目标 我们要有四十个人的聚位 然后我们本来就二十 本来就已经有二十多个人 因为我一直祷告 然后我说上帝啊 我已经做了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 都在传福音 都在做功 然后我有两个通通跟我接 接着我们班 二、三、三、三、四 都有做那个鼓励班 也包括有帮人家 那个改转一转的事工 我们在做了 然后我们在做 我们经历的力量 但是上帝 上帝有很多的美意 我们在手 我们要故意祷告 一起来祷告的时候 你看得一 上帝 接着这样动作一下 多击一下 我们所生巧 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一个存留的麦子 不是看来的 你们感谢主啊 你们是麦子 不是看来的 你们是上帝 给我最好的精英精兵 我相信上帝会从 这个十个人里面 再兴起更多更多的人 Amen 这是一个很好 我没有因为 我从来没有看 人数来决定聚会 我心不会受影响 当然 我很着急 为教会 为上帝的果度 着急 希望上帝来兴起这个安定堂 很多人都看这里 看不好这里的 很多牧师都不愿意来这里教会 来练墓位的 从来这里不能起的 有之前的牧师做得很辛苦 都跑掉了 很多叫我来接手的 其他别人教 别人教 别人教会的牧师都说 你不用来啊 你不要浪费时间在这里 我相信神的旨意 我相信神的大理 没有一间教会是不合格 没有一间教会不服神上帝的 不服上帝 不服上帝 我不相信 所以 所以我今天的到来 今天的出现 证明了一件东西 我相信上帝 我相信上帝的同步 Amen 好 我们继续上帝 这样看第二段 尊心神的必蒙福大家 尊心神的必蒙福 OK 到了夜半 那人忽然惊醒 翻过身来 不料有女子躺在她的脚下 她就说 你是帅 回答说 我是你的第一女路德 求你用你的翅膀 遮盖我 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 本来是有知的 因为颜色缘故 我们变成要材质 还好我还记得这个经文 不记得经文 我讲 这样 所以你要看你的圣经 很多人要拿圣经文 圣经文就不知道了 牧师那样讲 那样天字 你就糟糕了 OK 要看你的圣经 OK 我们看到 为什么有人 我们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人躺在不瓦斯的脚上 他一点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吸宝呢 你可能 你睡 你睡着了 反映有人躺在你的脚下 你没有感觉了 喝醉 喝醉 非常想喝醉 不是 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讲给你们喝醉 但是 我们知道他吃饱前回笑 这也是个哭嚕 这也是个哭嚕 我的教会有一个人叫陈傅 是牧师 他睡的时候 你怎么弄他 他也不知道了 我们在车上 一起在上车的时候 我们去拍他照 然后坐弄他 他没有 会反对的 外拍 他睡的样子 真的有些人是睡了 不值得 像把 如果火灾 什么倒塌 地震 完蛋了 这样的人 OK 真的是有这样的人 可能话说就是这样的人 睡的人很平安 没有烦恼 一躺他去就睡了 还有一个弟兄 叫 我一个弟兄 我的姿势 他说 牧师你不相信啊 你算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睡了 你算了十十 他就睡下来了 就马上睡 你这样好没用 有的那好睡啊 真是好 感谢主啊 可是他博士就是重要的一个人 我想啊 他可能喝醉了 也可能 我想啊 我个人就想 因为可能啊 一整天的做耕田 那个务农啊 是很疲惫啊 已经是疲了 很险了 哇 是半夜醒来啊 不知道是因为啊 因为睡到 那个女人啊 就是鲁德睡他脚上 睡到他脚麻痹 搬进去 哎呀 他怎么脚 他脚搬进去 是吗 你有事过被人家睡你的脚吗 不知道 可能是 可能睡了一半 鲁德 他就感觉到麻痹了 可能他半夜要起来小便 喝太多酒 喝太多水 他 不管是什么原因 总之他醒过来的 然后醒过来就进见 有个女人 睡在他的脚上 然后博士就说 你是睡 鲁德说 我是你的婢女 这样你的婢女啊 在希腊言文叫Dolos Dolos Dolos就是 之前你们上去那条床 Dolos 希腊言文 西布莱言文 所以希腊言文叫Dolos Dolos Dolos意思就是 仆人 Servant 这个意思 我是你的仆人 Dolos 然后呢 路德说 求你用你的意境遮盖我 因为我是你自清的亲属 在我还没读下去 我们要了解 你要 一定要了解 西 就是犹太人 西 以色列人的一些的文化 西书 和包括他们的 上帝给他们的解命 我给你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 在生命纪25章第5节这么说 弟兄同居 若死了一个没有孩子死人的妻子 不可出嫁 出嫁外人 她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 要娶她为妻 以她同房 这是上帝留下来 第一 上帝不允许以色列百姓炸交 就是 如果你是犹太人 你就纯犹太人 不希望你跟别的颜色的人 因为她怕灭中 就是 就是犹太人在整个世界 整个历史上灭绝 因为她知道魔鬼的工作 第二 她希望说 每一个人都有传宗接待 不是 这个解释是有传宗接待 不是说 家庭没有透 不管是犹太人也好 我们以前的历史也好 传宗接待真的是很重要的观念 你看 很多 如果你找以前旧的 他们拜的神 都是拜那些 能够多产的 那个神能够给他生育 能够多生儿子 然后 能够 因为 那时候医学没有那么科 那么发达 然后不知道 要吃什么能够怀孕 能吃什么能够保胎 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医学这样的概念 就是尽量 有些人 女孩子还要在怀孕的时候 还要做工 那时候的社会 所以他们不懂得 有些时候就流 不少人就流产 或者不能生意 什么种种 你要想像三千年前 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 现在的科技发达到一程度 你要决定要是男还是女的 还要看几点 几时 准不准不知道 总是有人相信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 生男生女 这回事 不是医生的功劳 生男生女 这个回事 是上帝的功劳 上帝决定要当你神 男还是神 包括 有一个弟兄 我认识一个弟兄 他们已经结诈了 不再生了 男的也结诈了 但是 偏偏第六个孩子 就跑出来了 所以医学 有医学 但是还会出错的 你上帝要他出来 就要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弟兄 他准祷告了十多年 没有 不能生 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到了上帝 回应他的时候 他就十多年 没有办法生育 但是突然间 就生下一个孩子出来 所以 生不生育的事情 不是男女 能不能 能力的问题 而是上帝 是否有问题 Amen 谢谢主 OK 回到这里来 我们所有看到 根据这个律法 任何伙父都要改嫁的话 必须要嫁给死鬼老公的兄弟 他不可以随便嫁给人的 今天的社会 只要你老公死掉 你就随便自由去找别的 所以那个社会背景 现在的背景是不一样 你要了解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这就是 以色列人 以色列宗的律法 就是 传宗接待地要娶 地要娶 哥哥的妻子为妻 如果他 哥哥死掉又没有孩子 这样的情况 作为一个年轻的伙父 路德要打架 需要有人照顾他 这是可以理解的 漂亮的是什么 漂亮的是 作为一个外邦女子 路德说 我不是以太人 我是外邦女子 我干嘛要跟这个律法 是吗 logic嘛 合理嘛 但是哦 他却听了 男儿女的劝告 遵从以色列的律法 嫁给他死鬼老公的自尽 就是自尽的亲属 这就是为什么路德蒙福的原因 哪里告诉路德 遵守神的话语 便使你得到安身之处 Why you cannot find rest 为什么你兜兜转转 那么忙碌 好像大口干 什么都没有 或许是时候牧师要告诉你 你要懂得遵行神的话语 你听到多少神的话语 然后你又遵行多少 只有你自己知道 在人前你可能扮演得很好 可能在人后的时候 在没有人看你的时候 你是否仍然是一个遵行神 或议的人呢 没关系来继续听到啦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到神的或议 我们看到这个路德遵行神的或议 路德对佛阿书说 求你用你的衣锦遮盖我 衣锦的言文的意思就是 翅膀或脚 翅膀还是脚 欢迎啊 欢迎那边请坐 欢迎你 还记得 那 我要你看这些东西哦 翅膀 翅井 路德求佛师 求你用翅井来遮盖我 在这翅井的言文叫做翅膀 或者脚 翅膀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讲翅膀和脚 为什么要用翅井来遮盖它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里面很重要 你还记得那个 一个患12年血肉的女人 你还记得吗 在新夜里面有一个女人 患血肉 就是她流血流不治 那个夜经一直流一直流 不是一个月来一次 天天都在流血 12年流不治 医不好 找很多医生医不好 然后她听见耶稣能来到她的城里面 她听见耶稣能够医治好很多病人 她就在拥挤的人群中 推在人群中就捉住耶稣的医脚 心里面就讲 只要碰触你的医脚 我的病就好了 有没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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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办法了 那 为什么 那个女人 这个患血肉的女人 患12年血肉的女人 要捉住耶稣的医脚 而且 马上定 那个流血的眼睛就折了 不要你看见那些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脚 是何如此的重低重大 答案在这里 你来看哦 我再给你看另一个经文 在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字头出现 其翅膀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长大如圈里的肥度 就是肥牛的意思 肥度 肥的小牛 你看翅膀 马拉基书 跟脚是一样的 原来是有医治的权 能力在那边 脚为什么都重要 因为它有医治的能力 OK 我再举个例子 OK 大卫 被撒 在撒摩高危做王的时候 可是少罗却恨他 少罗要把上死 向他抄枪三次不中 他都逃脱了 我们看到大卫有一次在山洞里面遇到少罗王 少罗王在山洞里面遇到少罗王 少罗王在山洞里面做大号开大便 然后他蹲在那边 其实大卫有仿计的能力 有这个机会 你既然要杀我三次 杀不到 现在要扣谁 老子的机会来 他可以清楚把他杀掉 可是大卫 是一个赫富神之一的人 他没有把沙罗给杀了 只是把他的一脚切下来 然后就流霍对那个人说 如果我今天要娶你的生命少罗 我是随时可以娶你的生命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是敬畏神的人 我把你的一脚切下 切下 稍微把少罗的一脚 割下的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就讲一样东西 我把你的权柄给割下 我把你来取代 虽然我不用杀你 我不用来对付你 上帝来做我的见证人 我不用对你下什么 下什么 狠手 我只要把你一脚切下来 就是把你的权柄给割 所以 我们从这两个经文 两处的经文就看到了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 四坎和脚是代表医治和权柄 在早前 华师曾吩咐路德 不要往别人的田去释取卖遂 路德可以在华师的田角 听好没有 在田角释取 你必须要有整个概念才能明白我在讲 穷人和果腹需要的人 可以在田中的田的释脚 也是脚 前田中的释脚 来释取卖遂 或者地上跌倒了可以释取 就说他是受波士的保护 他是躲在他的脚里面 他的脚落里面 受保护 然后波士是路德的拯救者 阿们 然后呢 现在路德更进一步的要求 波士请你用你的衣颈遮改 这讲明什么呢 他不仅是要在 波士的田角和满足 他更想躲在 波士的翅膀底下 躲在波士的翅膀底下 代表什么呢 我要完全躲在你的脚落 受保护 那里是人力的地方 那里是权柄的地方 我扶在主阿你的权柄下 主阿我扶在你的保护 这就是路德想要的东西 我也希望 兄姐妹这是你和我的祷告 神啊 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改我 也就是说 当我们降伏在神的权下 降伏在神的管制下 我们就拥有他的保守和保护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为什么 许多人不被神保守他们 因为他们不愿意躲在神的翅膀下 今天就明明 你是愿意躲在神的翅膀下吗 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还记得小说我蛮强的首歌 唯唯不要怕 你是好我我 自己跌倒自己爬 你躺上上 唯唯开吗 风花 我忘记了 我们是好我我 也要自己跌倒自己爬 连首歌就告诉我们 要自己跌倒自己爬 所以要很多的歌 很多的文化冲着我们 是要靠自己的能力的 但是今天回到 来到你这个信仰 来到耶稣的 耶稣的脚前 回到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 回到信仰 基督信仰里面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请你放下 靠自己的能力来依靠 要依靠 神的能力 要在他的翅膀上 还有一样东西 还问一个问题 你读经的时候 要了解很多一下 你就明白很多东西 为什么要躺在 末世的脚下 而不躺在他的胸前 不躺在他的脚的手 不躺在他的肚子 其他地方 肚男那边 为什么要躺在他的脚下 有问这个问题吗 他跟婆婆叫他坐 对啊 对啊 我叫他坐 他招坐 但是为什么他在脚呢 还记得吗 什么是敬拜 对 我就是来到主的脚前来 kiss 不是别的地方 就是脚 敬拜 就是来到主的脚前 在主的脚kiss 所以你看这个系列 我帮助你 就开始明白了什么 为什么有些文化 为什么圣经讲的不是偶然 随便 哎呀 爽爽就写脚 是有原因的 他是完全服在神的群下 ok 明白了 我们就不要多花时间在这边 路德对话说 你是我最至亲的心主 哎 看一切 看有没有 哦 没有在这里 没有在这里 刚才之前的那个经文 ok 没关系 圣经刚才讲错 你是我最至亲的亲属 在这个至亲 至近的亲属啊 言文叫做goel 大家讲goel goel goel的意思就是 监护人拯救者 假如啊 想一想啊 假如你是波阿斯 一个女人 在你面前说 你是我的hero 你是我的拯救者 你是波阿斯的话 你的心会不会融化掉 你会不会融化掉 我不知道了 我肯定告诉你 波阿斯被这个女人 又躺在他脚下 说哦 你是我的拯救者 他完全的被融化了起来 啊 英雄难过 没人关 然后 况且又是一个年轻 又貌美的小美人 是吗 ok 来从十一 第十节 到十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 华氏说女儿啊 愿 你蒙也活此福 你末后的恩 比先前更大 因为少年人 不论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 你儿啊 你现在不要惧怕 凡你所说的 我必照着行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 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 波阿斯回应路德的祈求 回应波阿斯的祈求 我们看到圣经有诠释的美丽 圣经 圣经怎么看美丽这个字 美丽不是你花了 你下了多少的货妆在你的脸上 美丽不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在美容宴 美丽不是你如何的时尚 每女人的美丽在乎她遵守主的道 所以波阿斯说不正美 然后波阿斯好像有个每次看到人啊 还是第一张之后啊 他看到他那边说 愿耶华赐福于你 现在看到 看到那个谁 看到路德 同样讲 愿你蒙耶华赐福 好像是他开头一定要祝福人家 哎 兄弟姐妹这是很好的 你要写波阿斯开头 不要哎呀 讲那些negative的东西 负面的东西 波阿斯一个很积极的 愿耶华赐福于你 Shalom Alleluia Amen 赞美神他都是这样很积极的一个台词 所以你看到 圣经讲 我可以读啊 原来美丽不是这么样 圣经看的美丽是另外的 在真言三十一章三十节的时候 圆丽是虚假的 大家一起讲 圆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似的 为敬畏耶华赐福你必得成长 Amen 请记住这句话 圣经讲的美丽并不是 就是你花多少的钱 在美容院做你的头发 然后 然后 花多少妆 这些都是暂时的 我开老门院 我前后开三间老门院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那些anti uncle 那些anti uncle 拿他十八岁年 年轻的时候 照片给我看 哇 阿婆 你年轻的时候 真是鸡鸡秀火索 很漂亮耶 可是你看看他现在 也不辣了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的是什么 你的美丽 只是 不是永恒 漂亮 不是永远的 所以 女孩子 年轻的小儿子们 你不要错啊 你到了三十八岁 就像这样的身材了 开玩笑 哈哈哈哈 所以 这个美丽啊 都是暂时的 都会过去的 但是上帝看的是 原来啊 为敬畏也活的 才 这里讲妇女啊 请不要误会啊 哎呀 牧师哥都讲我 都讲老女人妇女 我是小女人 男的不是妇女 这个啊 中文的翻译是写妇女 但是在 四根啊 就无门 任何女人 不管你是老女人 你小女人 OK 还是中年女人 都是女人 OK 无门 不是结婚的女人 全部女人 OK 回来这里 波浩说 女儿啊 你不要恐惧 凡你所说的 我都必造型 天父的心也是如此的 当我们诚心求他 主啊 让你的翅膀遮盖我的时候呢 天父也愿意垂天 有当过父亲的人 你懂 没有一个父亲 愿意看见他的儿女 糟蹋 愿意看他的父婆 他的女儿女 被受 不被保护 受 受灾祸 每一个父亲都希望他的儿女 肯定长得好好 安全 stay with day 无 无 一整块很好的 完美无缺 更何况是天父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十二节关键了 来我们看第十二节 我实在是你自清的亲属 啊 这里有没有看到啊 什么啊 这个经文 经文学了什么 第十二节讲学了什么 我实在是你自清 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 大家讲 峰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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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天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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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路德跟波阿斯说 啊 你是我的拯救者 You are my hero 是吗 因为跟着 犹太人的义务 我应该嫁给我自清 就嫁给我 我死鬼老公的弟兄 波阿斯就是最好的人选 但是波阿斯讲那句话 我不是那一个哦 sorry我不是那一个哦 还有一个比我更轻的 还有再 还有另外一个比我还要更轻哦 真的讲哦 这 这表示啊 如果这是一个故事的话 当我们讲到第三章 我们觉得啊 他们 两个人就是 什么 精同玉女 量什么美 帽美什么东西 都是天生一对的 哇大家都把票都投给波阿斯了 是吗 哇他是个大好人啊 帮助那个路德啦 大善人啊 很有当当啊 很有责任感的好男人啊 虽然年纪长得有点急 长得有点老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波阿斯不仅是个大好人 他更是个遵守御法的人 他更是个遵守御法的人 请问有多少男人能够把持住 面对一个可怜楚楚 美理动人的小美人 而不动心呢 加上啊 现在路德又头怀送抱自己送上人的 自动现身 多少男人能够把那个肉啊 已经放在嘴里里面了 而不咬 你要想 你要读圣经 你要想 有幻想 想象你才明白 波阿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半夜三更 有个女人 跑在你的脚前 睡觉 然后说 求你用翅膀遮开我 你是我的英雄啊 你是我的拯救者 都是垂手可敌者 把他吃掉啦 先解决了才打 所以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 可是波阿斯没有这样做 波阿斯说 对啊 我是你的知情 但是我不是你那个最最至亲的那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比我还要至亲 波阿斯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非但在原理上没有得失 道德上 行为上 思想上 或心态上 都没有欠缺 他不仅在人权这样 就算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他也保守自己去遵守神的诫命 简单的说 花是很尽情的 许多人啊 贪一时之快 一时之乐 为了那一点点的好处 就放弃 对神的那一份虔诚的心 他们心想 反正没有人看到 神不知鬼不觉的 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去这样做 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的嘛 不拿白不拿 何必跟自己过一步去嘞 何必如此渴破自己嘞 这件事根本就是你情我业的事情嘛 又不是什么上天害你的事情 对吗 这些都是我想 我在倒一个男人的心里会想什么 连牧师都会想这样的东西嘛 更何况 所谓花是一个敬请的人 再退一百步来说 不如这样啊 路德 你和我都是这么样两情相业 为了不要得罪神 为了不要触犯律法 我们就离开这个道德的范围里面 我们一起自奔去吧 到一个你和我没有人认识地方 重新生活可以 总可以吧 对吗 不好是可以这样讲 对吗 当然可以这样讲 我们离开以色列 又再去 又回去墨洋那边 出奔去了 他可以这样讲 看到没有 许多时候 我们喜欢站在灰色地带 什么叫灰色地带 就是喜欢站在黑和白的边缘 又不黑又不白 只是一边边 又站在白又站在黑 一看到是黑又看到是白 这样黑白的边缘 我们会找出神吩咐我们的 同时也找出神没有说的东西 我们就站在那个神没有吩咐的地方说 这就是灰色地带 上帝都没有讲 上帝有没有讲 不可以抽烟 有没有圣经有讲咩 圣经有没有讲不可以喝酒 有没有有讲咩 灰色地带 是吗 是吗 但是博士没有这样 他坚守神的解命 他明知道他会吃亏 是吃亏啊 有女孩子送到你面前 你不要 是不是叫吃亏 他明肯吃亏 也不要违背神的命令 有人啊 问我说 有关你十一奉献 10%十一奉献 人家说 牧师啊给十一奉献啊 是要给 eğZ告还是淚 你明白的是吗 我要给十一奉献 是要我的总收入来给呢 而是咯咯咯咯咯 Village yesterday出水啊 那个呃 nagyon act才来给呢 很多人问我这样 然后我会告诉他说 就根据你对神的爱来给吧 这是最高境界的 你先回答哪 根据你的爱来给 有一次人家问我说 牧师我想奉献十块钱 可是刚刚我只有一盏五十块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可以放奉献袋里面 找十十块出来吗 真的有人问我这样的东西吗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耶稣诚一言说 因不法的是将来 因不法的是争夺 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所以兄姐妹 要站在神的权下 站在神的赤底下 站在神的赤底底下 阿们 给来继续看词词节 如果得便在他脚下 谈到天快亮 人一直不能认辩的时候 就起来 博士说不可使人知道 有女子到常常来 语解又对付得说 我打开你 我皮的话一边打开博士 就追了六波鸡大麦 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 路德回到 婆婆那里 婆婆说 女儿怎么了 路德就将那人 向他所行的 续说了一遍 又说那人给我六波鸡大麦 对我说 你不可控制回去见你婆婆 婆婆说女儿啊 你尽管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样成就 因为那人心热不半生 这事必不需要死 我们继续看下去咯 我们看到呢 博士不只是一个大好人 他也是一个大秦僧 他给他六波鸡的大麦 就是那个滚到开眼看到那个波鸡 六个波鸡的大麦 当着什么 当着定情新鲁 给他拿回去 还考虑到他的民洁 趁天亮还没有人看到路的时候 马上把他送走 不要把他的民洁收破完 然后 他的婆婆 哪儿女十六姐刚刚看到 就彻夜不明了 就是整个晚上没有睡觉 想知道路德发生什么事情 看他整个晚上没有回来 可能是一件好事 大麦了 那真是 也可能他被人卓去了 因为他就这么去人家的地方 然后 还记得第一章的时候 哪儿女说 不要再叫我哪儿女了 叫我马拉 我满满的出去 也或是我空空的回来 现在你看到没有 我说还记得我说吗 很多时候答案不在第一章 我们生命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章 可能你遇到问题没有答案 可是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三章 第二章第四章就有答案 不要急 不要急 上帝不仅拯救路德 他也拿 哪儿女的心 他也是哪儿女的心 回转 看哪 看吧 你现在拥有这个满足 你空空的回去回来 我可以再次的充满你 填满你的空虚 填满你的圈圈 六波基代表什么 六是人的数字 所以我们有一套戏 做666666 就是人的 人的尽头 人的数目字 六也代表是上帝创造 世界的第六天 他就休息 第七天 就是按锡字了 六代表什么 六代表 这叫完成的意思 完全的意思 圆满的意思 You see 你不要看到你目前的问题 而 哇 对不对 上帝会提供 我给时间准复 我们去看上去 大家讲 数为曾经所识的 数为曾经所识的 博阿师到了城门 坐在那里下降 博阿师所说的 那个至亲的亲主经过 博阿师说 罗伦娜 你来坐在这里 他就来坐下 博阿师又从本城的长老中 卷选的十人 对他们说 请你坐在 你们坐在这里 他们就都坐下 博阿师对那至亲的亲属说 从摩亚地回来的 马尔米现在要买我们 祝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我想当属的那块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 以外 再没有别人了 你可以在这里面 之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 你若肯数就数 不若不肯数就告诉我 那人回答说 我肯数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了 我们来到第四章 博阿师来到城门那里 你爷了几个人 然后还有那个至亲 至近的亲属 十个长老一致来谈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以色列的另一个解命 我们来看这篮表表简单写 简单写解命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 明书记二十七章 第八节第九节 你们也要 看清楚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蜀为 其实你看呢 旧约有很多的那些律法 你必须要了解 就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所以呢 现在 博士要把这块地蜀为 可是他们有资格 因为他不算是合法 把蜀为的那个人 还有一个更至亲的人 应该把那个蜀为 他就找那个至亲的人 召叫来说 你要不要属 意思说呢 你属为 不只属为那个地 你要取路德作为他太太 看到没有 所以 有人在这个地方 这个经文有争议 圣经学者有争议说 既然是本来自己的产业 又合法 合法 就是符合律法 为什么还要用钱 去买回这地呢 这个东西呢 是我研究 你们不用活太多时间 研究圣经是我的工作 我告诉你 我的看法就可以了 我想呢 拿尔米和丈夫 以利米勒离开 波利盒的时候 已经把产业卖掉 才移民到国外去 所以 所以他卖掉 一定要用钱来买 明白吗 OK 实际里我们来看第四节 第四节 如果你不肯输就告诉我 那个人说我肯输 当当当当当 波斯又在面临 再一次的打击 晴天霹雳 他以为 他就求那个至亲的人来说 哎 你要输吗 因为我不可以输吗 你可以输 你输吧 你能输你就输 你不能输我来输 他 expect那个人不属 他就有赞神 是吗 他就被娶路德做为老婆了 现在那个人说 我愿意属 许多人 这说明什么 许多人在依靠神的时候 他们以为神的带领就是一方封顺的 假如有一点挫折 有一点难处 他们就放弃 依靠神 岂不知每一位依靠神的人 也一样面对挫折和失败的 他们和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坚持依靠神 让神带领他们走出来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波斯拿出他最后的黄牌 对着这位至亲说 你从拿恶比的手中买鬼之地的时候 你也当买死人的妻子路德 女子路德是死人的在产业上存留她的名 那人说如果是这样 我就不能属这个地了 因为我有家世我有孩子了 更何况这个是摩哑女子外邦人 那个人就不要了 哇 波斯就按手了 你不要过来 是吧 于是波斯作为第二个 第二个至亲的人 将地属回 事实上他不需要这个地 因为他已经很有钱了 属地只是为了要取路德为妻子 所以还没有借过的手里姐妹们 要写悉波斯对爱的态度 爱不是占有 爱不是紧紧收取 爱是付出 爱是提升 为对方着想 将来寻找另一半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看看对方有没有这些因素 才把你的感情投入进去 路德即是一个美丽的结局 波斯取了路德 垂七 牵牵下阿贝德 阿贝德的日 意思就是 苦人 不再是病啊 不再是弱了 哪儿你也不再苦毒了 因为他可以抱孙子 他家必 终于后续有人了 我们来看最后的第四章十六节 这些都是世界我们来看 妇人 对哪儿你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 使你不自禁的亲属 验这孩子在以色列中的名声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 奉养你的脑 因为爱慕你的那个儿戏所生的 有这儿戏所生的儿子 比七个儿子还好 看到没有 哪儿你就把孩子抱在怀中 做他的养父 灵色的妇人说 哪儿你得了孩子了 就给哪儿子取名字叫阿贝德 这阿贝德就是耶稀的父 耶稀就是大尾的父 到这里 我们看到上帝借着哪儿你的章鱼 完成一个伟大的计划 救赎计划 拿你成了神使用的器皿工具 来完成神的旨意 然后从十八戒啊 你看到又有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 法勒斯生西西伦 西斯伦生兰 兰生阿弥纳达 阿弥纳达生辣尊 辣尊生沙门 沙门生瓜 阿弥纳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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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要 最后的最后的这集的经文 为什麽要特别提到这个家族 谁是法勒斯 谁是法勒斯 我要可以看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这些最后要做解释了 法勒斯就是犹大 还记得亚固有十个二字 二字其中有个二字叫犹大 犹大 法勒斯就是犹大和他妈所生的儿子 这个儿子是怎样来的 他妈又是谁呢 整个怨言是很有趣的 首先你必须要记住 上帝给以色列的戒命 就是一定要传宗接待 犹大本来有三个儿子 一个叫尔 一个叫尔南 一个叫斯拉 尔大儿子就取得他妈 他妈 和尔戒了婚 没有多久 尔就去世了了 根据律法呢 第二个儿子 尔南有义务替长兄 传宗接待的 可是尔南呢 尔南呢 故意在刑房的时候呢 宜经在地 不给宋长留后 也我的努力就临到 尔南 把尔南也灭绝了 尔大见 就对他妈说 斯拉还有小儿子叫斯拉吗 斯拉还小 你先回娘家 等他长大后 我再叫他娶你为妻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斯拉长大了 他妈就见尔大没有立行 他的诺言 没有遵行 传宗接待的 劫命 也没有供应 我父让他回娘家 于是 他妈就扮成妓女 去找 他的公公尔大 跟他刑房就生了 法乐死 总之整个故事啊 你要看了就回去看 《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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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故事就是很乱伦的故事就对了 今天 我们看到路德记 同样有传宗接待的故事连续 路德记的布阿斯是勤验的 《创世纪》的 额南是不勤验的 布阿斯是成功的 额南是不成功的 我之所以为什么相信圣经的故事 因为每当我看到圣经 读圣经的时候 尤其读就业 就业的圣经的时候呢 我能够看到他如实的记载 许多人为的失败 没有像世上的任何经书啊 是必二扬三 就是讲好不讲坏的 有时候我读完就业圣经啊 还要去洗眼睛的 真的是够加把底下的 他里面的故事 但这些人身上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归光 也看到他们的最暗淡的单一面 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全能的上帝在做的 阿们 为什么我相信圣经 我完全的相信圣经里面的话 因为他很实在 他写了人性最丑恶 你不用去走世界 你不用去世界大滚一回 你才 才懂人性的一面 你读圣经就懂很多人性的一面 同时也提醒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啊 我们身上发生了不少不光鲜的事 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上帝是一个扭转乾坤的神 阿们 无论多少失败 只要我们愿意 上帝都可以扭转 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 是我们不值得提起的 一些我们认为不光彩的事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从来没有去干那些事情 但我要告诉你 上帝比我们的过时还要大 他是我们的拯救者 阿们 毕竟我们脱离我们过去的失败 过去的失败不等于继续失败 大家讲过去的失败不等于继续失败 过去的失败不等于继续失败 整本路德就告诉我们 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 该有的态度 救恩不是一下子的事情 救恩是我们一生中 必须去完成的事情 保罗说 保罗说曾经讲过一句 Walk up your salvation We feel and trembling 意思说 当以恐惧战经 做成你救恩的功夫 路德不选择 康庄大道而选择宰门宰路 被其他时的加分从主 到最后得以进入神的安息 主与他永远联合 我们一生也是要接力 进入他的安息 不只是停留刚刚得救的时候 所以是主的朋友 主正在找他的朋友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节这样说 你若遵守我所吩咐的 你就是我的朋友 耶稣说 谁是我的好朋友 I am the friend of God I am the friend of God He calls me friend 要么常唱这首歌吗 我是神的朋友 我是神的朋友 我听整首歌 最少有念二十次 I am the friend of God I am the friend of God 我是神的朋友 是这么简单吗 你今天是神的朋友吗 你是上帝的朋友吗 你是耶稣的朋友吗 耶稣说 你若遵守我所吩咐的 你就是我朋友 让我站立起来